我是Monash大学的Grace 在商学院已经执教了13年 我们除了有高品质的教学设施 像是商业模拟实验室 高速终端机房等等 Monash商学院还是马来西亚少数拥有AACSB 国际精英商学联合会认证的商学院 这个是全球对商学院的最高认证 我们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团队 也就是Prime团队 在商学院内推动 负责任管理教育 让学术机构在培养下一代商业领袖的过程中 促进社会责任 我们的课程结构主打三大理念 就是让学生们提前准备 掌握知识 再应用实践 这也是为什么Monash商学院 和许多业界龙头合作 这样学生就能选择 他们感兴趣的行业实习 你好 我叫Seline 我是从下巴来的 我在Monash是2014年毕业 我本身读的是Business and Commerce 学校我们的这个 Student Council 他们也是会搞很多运动会啊 有一些Bazaar 在我就得的那一年 我们Bazaar是用 就是不是像以前这样子 买那个固本 然后全换 就是直接他们是用一个QRP 那时候是在盛行的一个就是Maybank 它有跟我们的学校的这个学生组织有合作 我们学的这些都是比如说就是基本的 你基本你需要会比如说当你有一个新的态度 你要怎样去 approach它 你要怎样去 do the research 怎样把它呈现出来 怎样让别人听得明白 这些都是有用的 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在我第三年 那这个是有一位Paul 一位导师 那他就是就是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可以去到Seline RV 在蛮多的这个销售部还有音销部的这个高层 在他们就是呈现我们的我们的翻译里头 我们的presentation 还蛮蛮好玩的啦 就让我印象蛮深刻的 我的名字叫Wayne 我来自马来西亚发生雪兰儿 我读的科系是Marketing和Management 导师和讲师们他们喜欢和学生们一起讨论现在所学的learning materials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它让你学会如何在大场合中表达自己的想法 我也觉得Monash University有提供了一个良好的都市馆资源 所以当你在做assignment的时候你可以深入去研究你现在所做的assignment Monash University有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给我学习和探索我自己 我也希望我的朋友可以和我一起有一样的体验 海外 也会健康 又齐 有 我 很多 我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